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要求塔利班允许阿富汗人和外国国民离开 由印度担任主席的联合国安理会30日通过一项决议 要求塔利班遵守承诺允许阿富汗人和所有国家的国民安全 可靠及有序的自由离开 不过 该决议没有提及法国总统29日提出的 在喀布尔建立安全区的建议 这项由美国 英国和法国起草的决议获得13票赞成 具有否决权的俄罗斯和中国投下弃权票 决议还要求塔利班确保阿富汗领土不被用来威胁任何国家或庇护恐怖分子 该决议的行文措辞被冲淡 包括对一些涉及塔利班的语言加以软化 以确保中国和俄罗斯不会行使否决权 奉行强硬因斯兰教义的塔利班8月27日曾发表声明 称阿富汗人将可以到国外旅行 任何时候都可以离开阿富汗 包括空军及陆地的任何边境关口 安理会的决议表示 安理会期待塔利班将严守这些及其他所有承诺 决议还强调了维持人道主义 援助渠道安全及畅通 维护包括儿童及妇女的人权 达成包容性的政治解决方案 和打击恐怖主义的重要性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此前的29日表示 法国和其他国家正致力于一项联合国提案 希望在喀布尔建立一个安全区 允许试图离开阿富汗的人安全通行 但30日的安理会决议并没有提到安全区 目前还不清楚列个包含安全区的决议 是否会在未来得到讨论 这是被联合国认定为恐怖组织的塔利班 自8月15日进入首都喀布尔以后 有15个成员的联合国的安理会 首次通过有关阿富汗的决议 第二个新闻事件是 拜登发表讲话为结束美国在阿富汗20年的战争辩护 美国总统乔·拜登31日 为他结束美国在阿富汗历史20年的战争的决定 进行了大力的辩护 随着美军的撤走 2001年被推翻的塔利班反叛分子 用重新掌权 拜登总统在白宫发表的讲话中说 美国必须应对21世纪的新挑战 在这场竞争中 中国和俄罗斯最希望看到的就是 美国在阿富汗陷入另一个失念 拜登在从白宫发表的半个小时讲话中说 我们已经没有必要打一场早就应当结束的战争了 我拒绝在阿富汗开启又一个十年的战争 他提到了这场冲突给美国带来的高昂代价 2461名美国军人丧生 还有20744名军人受伤 每天开支3亿美元 他说现在是集中精力关注来自世界各地的新的威胁的时候了 包括来自非洲和中东的恐怖主分子的威胁 来自中国的经济威胁 或来自俄罗斯境内的网络袭击 拜登说世界在变化 我们与中国正在进行激烈竞争 我们在应对俄罗斯多个领域的挑战 我们面临着网络攻击与核扩散的威胁 我们必须提高美国的竞争力 来应对21世纪的竞争中新的威胁 我们能够两者都做到 与恐怖主义斗争 而且应对现在和将来继续存在的新挑战 在这场竞争中 中国和俄罗斯最希望看到的 就是美国和阿富汗陷入另一个十年 阿富汗冲突是2001年末 由前总统乔治布什发起的 他派兵攻入阿富汗 攻击了基地恐怖分子 在阿富汗的训练基地 基地组织在2001年9月11日 攻击了美国 导致近3000人丧生 拜登说 在他1月上任后 他面临是否遵守前总统 唐纳德特朗普达成的 在5月之前从阿富汗撤军的协议 拜登最终把撤军的最后期限 延长了5个月 第三个新闻事件是 中国关闭设在成都已有20多年的美国商会 在中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 及美中关系对抗不断升级之际 中国当局指令一个设在四川省省会 成都的美国商会停止运作 不得在以商会的名义 从事任何活动 据路透社报道 中国西南美国商会 30日通知会员说 依据中国的法律与规定 他们必须停止运作 并且不在于中国西南美国商会的名义 从事任何活动 不过通知中没有提到 该商会被指令停止运作的确切理由 该商会的会长王小冬 31日通过微信向路透社表示 他们正和地方当局讨论他们的登记 与未来方向 他表示 当即的民政部门显然是在执行一项规定 即个国在中国只能维持一个正式的商会 中国西南美国商会成立于1996年 是一个无党派非盈利的组织 作为中国西南地区最大和最具影响力的外国商会之一 该商会的业务范围覆盖云南 贵州 四川 重庆和西藏 主要是促进美国和这个地区之间的贸易与投资 报道表示 中国西南美国商会与中国美国商会没有隶属关系 而中国美国商会是唯一被中国官方认可 代表美国在中国企业的商会 在几个城市没有分会 在中国西南美国商会被下令停止运作的一年多以前 中国2020年7月关闭了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 以报复美国关闭中国驻休士顿的总领事馆 第四个新闻事件是中国保险巨头平安 以其房地产投资遭当局调查 中国保险业巨头中国平安保险 已因房地产市场投资失利而正在受到当局的调查 路透社30日发自上海的一篇独家报道 引述两位知情人士的话说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正在调查中国平安保险在房地产市场的投资 并已经下令平安保险停止销售与房地产市场相关的另类投资产品 因为该信息尚未公开 因此消息人士不愿居民 平安保险是中国最大的保险公司 该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公司各项业务经营稳健 手法合规 其房地产风险敞口 远低于监管当局规定的上限 但是却没有回应有关遭到监管当局调查的问题 但是受到报道以及相关传闻的影响 平安保险31日在上海A股和香港股市双双打跌 平安保险今年2月披露 该公司对负债累累的著名房地产商幸福华夏 持有540亿元人民币 约合84亿美元的风险敞口 而今年上半年 平安保险对华夏幸福相关投资的减值高达359亿元人民币 直接导致其上半年的净利润下滑15.5% 华夏幸福今年2月曾经爆雷说 因公司流动性紧张 发生52.55亿元人民币的债务预期 并可能会对公司经营和融资产生一定影响 平安保险对华夏幸福的投资失利据说 是引发中国银保监会对其进行调查的直接诱因 中国平安保险的房地产投资遭到监管调查 正值中国当局加强房地产调控之际 而调控的重点就是一直信贷不当流入房地产市场 随着影子银行放款给房地产开发商的管道 被新的监管规定掐断中国一些大型房地产公司 爆发债务预期的违约风险越来越高 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 银保监会对平安的调查 就是要查清同志意志平安对房地产投资的相关风险 路透社引述花旗的一份研究报告说 平安保险整体房地产投资的风险敞口 约为1855亿元人民币 大致平均配置在股权债务及投资房地产 在平安3.8亿万人民币的总体投资组合中 占比约4.8%到4.9% 消息人士对路透社说 中国银保监会虽然8月份才开始进入 平安保险进行现场调查 其实之前很早就已经在 要求平安保险提供相关文件 平安股价今年以来已经下跌超过40% 路透社引述两位在中型保险公司工作的人士话说 中国的保险公司近年以来就一直忙于解除 或削减对房地产开发商的保险 一位在中国十大保险公司之一 中国公司工作的人告诉路透社 今年我所做的事情就是 去中国各地见不同的开发商 告诉他们我们不能再借钱给他们了 好了 今天的言归正传大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明天再见